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他讲了一件工作上的事情 因为发现部门里的一位男下属 这段时间里情绪总是不太好 工作积极性也大不如前 出于对员工的关心 他就找机会专门跟他谈了伙心 起先 先生想的是 这个男孩子会不会是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没想到 答案却颇为出乎他的意料 原来是因为前不久在做部门岗位调整的时候 没有给他预想中的职位安排 才让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不仅如此 男孩还借机对他发了一大通怨言 大意就是说自己任职两年多以来 不仅事情做得比别人多 工作上也很尽职尽责 却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要是再这样下去 他觉得自己似乎只有离职意图可走了 听完那通抱怨之后 先生本来准备好的一番话也都没有再说 只是拍拍他的肩膀 让他先回去好好工作 先生叹了口气 其实挺可惜的 我那天本来是想告诉他 部门里有培养他做后备干部的打算 但是因为他资历有所欠缺 性格也不够稳 所以才想再考察一年看看 至于结果 当然也可想而知 对于一个还没做出多少成绩 就已经怨气重重的员工 他不可能也不会再为以什么重任 在动辄就喜欢抱怨之前 每个人真的都应该先想想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 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先生对我感慨到 显然 这又是一个被怨气毁掉了大好机会的年轻人 而且可以预想到的是 如果他不改变这种心态 那即使真的跳槽了 到头来很可能依然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心态 一个人的心里一旦有了怨气 所接收和感应到的也只能是各种负面的心理暗示 长此以往 这些负能量就会形成严重的内耗 让人变得越来越消极 越来越无所作为 而越没有作为 底气就会越弱 心里的怨气也就会越多 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带来的只有永远更糟糕的处境 其实我之所以对此事深有感触 是因为我曾经也吃过爱抱怨的亏 那时候我刚进入事业单位工作一年 新鲜感退去 稳定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却开始对这份工作的前景产生严重怀疑 办公室的工作繁杂又琐碎 每天除了重复相同的上传下达的内容 还有就是写各种各样的汇报材料 那段时间我经常一边写材料 一边心生莫名地烦躁 感觉日子完全看不到头 可是之前费了那么大功夫 才争取到的工作机会 放弃好像又不可能 为此有半年的时间 我几乎天天都在跟家人 朋友抱怨自己的工作 然后做事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敷衍 对很多工作都是草草应付了事 直到有一次我写的一份报告 在会上被领导拿去当样本批评 说一看就是随便糊弄来交差的 虽然他顾及了我的面子 没有说出名字 但还是让我羞愧到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那天下班后 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哭了很久 最后决定擦干眼泪 重新加班把文稿逐字逐句地修改了一遍 再次递交稿子的时候 领导看完笑着对我点了点头 说了一句 改得很好 这句话 让我如释重负 也就是在那以后 我才意识到 抱怨 除了让我得到意识的情绪宣泄之外 对我 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如果我渴望改变现状 我需要做的是把手上的工作尽可能地做好 不断积累自己的实力 而绝不是在深重的怨气中浪费时日 事实证明 也正是得益于后来那两年 在公文写作上的系统锻炼 才让我的文笔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只要认真走过 每一步就都算数 重要的是 你要有把这些经历 转化为日后前行资本的能力 曾经和一位职场上的前辈 讨论过关于工作满意度的问题 在回答之前 前辈跟我讲了驴子的故事 驴子先是在一个农夫家里干活 但他觉得太辛苦了 就去求纣斯帮他换个主人 结果如愿被卖给了一个陶工 却发现搬运粘土和陶器更辛苦 只好又去请求纣斯 可是一到新主人那里 他马上就后悔了 因为这次他被卖给的是一个皮匠 所以没有不辛苦的工作 只有对工作不挑剔的人 这是他最后给我的答案 前辈告诉我 他大学毕业刚进这家公司的时候 做的是前台的职务 因为公司人手有限 经常一个人要兼顾很多个部门的活 但他从不抱怨 反而觉得对于职场新人而言 就应该要多做事 才能学到东西 后来他又一路接连升职 当上了销售主管 肩上的责任变大 意味着遇到的困难和压力 也会更多 可是再难 他想的也都是该如何解决问题 每次硬着头皮 把困难一个一个克服掉之后 自己心里的底气也变得越来越足 越来越不怕接受各种挑战 十年过去 现在的他不仅成为了一家 知名家装品牌的销售总监 还练就了一身 随时都能处遍不经的职场应对能力 时常让我敬佩不已 说到底 很多人之所以成功 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好坏 没有感知力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 与其把时间花在无效的抱怨上 不如想方设法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直到有能力去改变环境 王小波有句名言 人的一切痛苦 都是源自于对自身无能的愤怒 用这句话来解释抱怨情绪的产生 我觉得也恰如其分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有怨气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无非就是发现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 然后自身的能力又配不上野心 于是就只剩下了 对于命运不公的感慨和愤怒 可遗憾的是 你对人生抱怨的越多 成功就会离你越远 因为它就像一个被烫破的烟头 只会让自己和别人一起感到泄气 事实上 人的一生不能总是有好运气 比起顺境 那些艰难的 不尽如人意的处境 才是人生的常态 而面对困境 真正能帮助我们改变现状的 一定不是怨气 而是底气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 只有把抱怨环境的心情 化为上进的力量 才是成功的保证 值得抱怨的理由 可以有很多 但你唯一需要做的 其实只有一点 化怨气 为底气 职位太低 那就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薪水太少 那就努力做出更高的业绩 加班太频繁 那就提高工作效率 看不到发展前景 那就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所有的成功 都不会是空穴来风 同样 所有所有令人羡慕的好工作 背后也都有 他不为人知的奋斗过程 所以 请停止抱怨 去努力战斗吧 有战胜困难的底气 才是一个人 能走向成功 最硬的资本